话说那天我正沉浸在开端里无法自拔,看着白静婷和赵金脉一边拥抱一边挣扎,突然想起一阵BGNYO YOU ARE MY ONLY,就此打断了我的筹序,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,再一看配乐的制作名单周深怎么又是你,做视频不容易,闲点赞,后观看,人生更灿烂。 我最近看过的剧,从开端到小敏家,从埃博拉前线到对手,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周深的歌声,我算是弄明白了,观众永远别像绕开的男人不是莫名其妙爆红的流量爱豆,也不是什么节目都要去串个门的综艺老油条,是周深,哦不对,还有周老师著名的好朋友毛不易,两人时常一起出现在电视剧的背景音乐里,你唱片头我就唱片尾,你唱男主角人物插曲,我就唱女主角人物插曲。 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就比如说小敏家,整个剧的类点基本就是按周深唱和毛不易唱来划分的。 男女主角谈恋爱分手的时候,周深唱,男主角中年患爱快没命了,就患毛不易唱,一个负责爱情,一个负责生活,桑门一响,你就知道高潮来了。 现在想找一部OST及影视剧原生里没有周深也没有毛不易的剧,比大海劳真还不容易。 据我个人不完全统计,周深去年一年唱过的影视歌曲就有34首,平均下来每个月有2.8首。 毛不易数量上略逊一筹,但由于集中在下半年冲技校一样的发歌,也成功构建了毛不易,哪哪都是你,的盛景。 从电视台到电影院,怎么飞也飞不出毛不易和周深的声线,以至于有些观众都已经练就了一身本领,演员表刻一蒙不准,但唱歌的一定猜得到,不是周就是毛。 俗话说,比生命更永恒的是爱情,但比爱情更永恒的是国产剧歌手名单。 此结论唯一的漏洞就是那个or,这哥俩如今在影视剧里,不一定是or,还长长。 And,李峰那部竞双城,播出前第一波热度靠的就是一张集齐了周深毛不易的配乐名单。 不仅有他俩,还加上了老牌OST女王张碧晨,大半壁的乐坛江山都给占权了。 这份名单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刘玉宁,如果把它也加进去,这句可能不要剧情都能火。 周深,毛不易,张碧晨,刘玉宁,江湖人称国产剧OST四大山头。 鉴于这年头,除了影视歌曲也没几首新歌出来了,这四座山头又可以被称作华语乐坛的整壁江山。 四座山头歌又歌的灵地,首先是大爱有声的周深,当年因为给大鱼海棠唱歌出圈,后来又唱了白舌江自雅,一度被盖章为国曼御用歌手。 但动漫充其量只是山头底下一小块田,周深开山立宗靠的其实是大爱。 大江大河二里想照耀中国1921乔家的儿女,这一类讲述时代变迁,生活向上的证据都有周深在其中唱一嗓子。 多想你知道,爱就周深心底流淌。 另一个特别青睐周深的门类是古装剧,玄幻剧,看起来只有爱情无关时代。 但大家不要忘了,古装剧玄幻剧里的爱情可是动辄要家国天下,三生六世,四海拔荒的。 比如杨幂跟陈伟霆谈恋爱,顺便拯救天下的胡诸夫人。 他俩因为保家为国的责任相爱,却不能在一起,周深给配的歌是《这现实安稳》,态势和牺牲,虐中带酸情理右翼,眉点大爱撑不下来。 其次是总跟周深携手出镜的毛不易,居民又称毛拜拜的ending。 此外,浩简洁明了,精准地概括出了现实主义毛不易的灵魂。 也许是前期作品点叮了毛逼打工人的气质,他唱的影视歌曲总的来说要更现实一些。 跟他合作的距离一大堆讲生活,讲焦虑,讲底层的,一地鸡毛的以家人之名,女性浮沉的流金岁月,或是贡献了教科书籍扎叠苏大强的都挺好。 不过他的山头跟隔壁周深的比邻而居,统治范围多有重合,也跟周深一样唱过不少古装剧,玄幻剧,爱情剧。 但两个人的情绪特征挺好分辨,同样给小敏家唱歌,周深歌唱的是,勇敢总是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。 逆着寒流生长却依然开启了花,到毛毕翼这儿直接现实主义加倍,那些恍若昨天的笑脸,便成了难以割舍的遗憾。 在虐这个层面上,毛毕翼比周深更熟起刀落。 所以前面那份OST名单一出来,下面摩拳擦掌的剧份就已经搭好桌子开好局,就读男主角去世那一集,背景音乐一定是毛毕翼。 四大山头里羽毛毕翼反其道而行之的,则是著名的爱情保安刘玉宁。 保安小刘算起来是这几位里最晚开山门的一个,但崛起的后生势头很猛,姿势也十分巧妙。 国产剧迷都知道,一听见毛毕翼的声音就得做好哭的准备,一听到刘玉宁开嗓就可以安心课堂了。 去年一年里国产剧的几大堂仓都请来了刘玉宁当门神。 自腾跟情放跨物种撒堂的时候,是小刘唱着本可以没有顾虑,坚定地要在一起默默守候。 医生米卡和特警邢克蕾事业爱情两手抓的时候,还是小刘在BGM里保驾护航,快乐的秘密原来就是思念着你。 到了下半年,一心要上天的于途和美艳女明星乔晶晶扭扭捏捏捏,总是顾虑这顾虑那不肯在一起, 多亏小刘一曲不顾一切和你一起奔赴未来,把他俩催成了一对。 倒也不是刘玉宁只唱甜歌,而是不管他歌里在唱什么,反正有他唱歌的CP,最后都有个好结局。 总之,哪里有刘玉宁哪里就有happy ending,这甚至在观众那形成了一种球堂的条件反射,看到剧情有点孽,第一反应就是在弹幕里大声呼叫保安。 这么一想,前头那部挤起了三座山头的鼓吼,为何独独将刘玉宁排除在外,就很好理解了。 那个IP毕竟是个你虐我虐大家虐的催心甘剧,着实难以安放爱情保安的甜秘密。 最后一座山头扎心扎废张碧晨,之所以放后面说,倒不是因为他名头不响。 相反,张碧晨当上OSG女王的时间比另外几位还更早,毕竟是一嗓子把凉凉两个字唱成了年度热梗的狠角色。 从华千古开始,张碧晨几乎唱遍了天上地下,宇宙洪荒,穿越三生三世,勤勤恳地往观众的耳朵里发刀子。 所到之处,以玄幻异世界为主,古装乱斗大时代为辅,剧情里比有乱世佳人,一边披荆斩棘拯救苍生,一边国仇家恨情路不顺。 但扎心扎废的他,最适配的那种扎心扎废的闲暇剧,现在早没那么流行了。 凉凉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,这五年间闲暇玄幻虽然一直还在拍再播,但再无大爆款出现。 即使周东宇、张震们纷纷下凡,也没能挽救这个剧中的推势。 正当纷的恰恰是前面三座山头各自最擅长的领域,满怀大爱的正能量、现实主义题材,以及保证罚糖的小甜剧。 观众的口味一直在变,就像张碧晨之前的OST女王张亮颖。 她最火的时候也是大制作武侠剧最火的时候,我至今记得刘亦菲版的小龙女,就是在张亮颖的海豚鹰里当的鞦韆。 如今张亮颖的技术和地位都还在,可是她最适配的这种剧已经不在了。 这之后捷豹武侠的闲暇也已经过了最火的那几年。 好在张碧晨另辟蹊径,虽然在电视上刷屏的时候少了,但她的歌在短视频江湖里倒是备受青睐。 张碧晨还能在四大山头之一的席位上作问,斗人们老铁们当即一大功。 除了这四座山头,当然还有其他歌手,比如唱《知否》的《胡夏》,欲可谓唱《岁月神偷》的金文琪。 但接活和搞新闻的频率都要略逊一筹,暂时无山可战,只能做散兵游泳。 听在观众的耳朵里,就只剩下一种感觉,唱来唱去都是这几个人。 更有意思的是,他们唱来唱去也都只有这几部剧。 周深加张碧晨加刘宇宁,三个人都唱了长歌行。 周深加张碧晨,刘宇宁换成张亮颖,又携手去唱了《胡珠夫人》。 转头周深加毛不易加刘宇宁,再次相会在前谷绝尘。 总共就这么几部剧,很难想象哪里来那么多歌,需要配起几座山头,再搭上几位其他著名歌手。 还没站上山头的玉可威,有回跟凌花一起上综艺,聊到自己这些年大概唱了有八十首影视歌曲。 差点没惊掉凌花的下巴,当时就问,你是把OST这个行业承包了吗? 毕竟一般人压根数不出来八十部电视剧,怎么也无法想象一个歌手就唱了八十首影视歌曲是怎么做到的。 这也很难说凌花大惊小怪,他估计跟前两年的我一样,还觉得一部剧也就片头加片尾加两三个插曲,撑死不过五六首。 直到我被那年夏天某部爆款剧的曲目刷了屏,光主题曲就有四个版本,每个角色还有一首专门的歌,连整张影视专辑都分了原声和国风的不同版。 那一瞬间我体护灌顶,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OST可以唱。 现在的影视歌曲大部分作用早就不是搭配剧情、烘托气氛,而是做宣传、搞话题、造流量。 于是一部片子标配一堆歌曲成了基本操作,片头片尾和插曲是少不了的,还得有专门的推广曲、宣传曲,划分再细致一点,还能分出亲情、爱情、友情各个种类的主题曲。 比如2020年跨年当的温暖的抱抱,两小时不到的电影,OST就整出了十首。 张杰唱的叫做温暖主题曲,主演李沁和长远,爱豆段奥娟和赵磊两对组合,各自又唱了一版拥抱主题曲。 除了主题曲,宣传曲也内心细致地分成了演员版、歌手版,还有一个十分神奇的UP主板。 这种精细的分类倒是带来了一个意象不到的好处,原本已经被那几个固定歌手唱烦了的观众,听完各种主角亲自演唱的版本差点被送走。 果断回头团结在四大山头之下,至少这几位绝对不跑掉。 电视剧歌曲在分类上要稍微收敛一点,但也贡献了好几个新鲜的名头。 比如张亮英在陈希元里唱的女主情感主题曲,还有萨鼎鼎的进阶版,她给长歌行唱了一首神情主题曲。 张碧晨唱主题曲的周生如故,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配置了概念曲,男主角主题曲,女主角推广曲,男主角衍生推广曲。 以至于剧组的微博放个完整歌单,还要小心翼翼地在后面加一句艺人排名不分先后,也不知道这个艺人说的到底是每一首主题曲对应的演员,还是自带流量,一个人能完成一半悬发KPI的的影视歌手们。 是的,影视歌曲四大山头的号召力,我看已经快比男女主角还高了。 一千握对影视歌曲的理解停留在大河向东流暗,或是让所有爱执着的痛。 绝火歌彩火,作用也就锦上添花,常常满怀着对剧的热爱超了几百遍的歌词,却根本不知道歌手长什么样子。 现在不是这么回事,天天给影视剧唱歌的人本身就有极高的曝光度。 一个歌手有两千万粉丝,请他来唱歌,就相当于请这两千万粉丝来看剧。 歌手的粉丝们还会自己把歌的质量跟剧的质量花上等号,有他的歌一定是好剧。 我前阵子刚刷到一场歌手保卫战,大概是有人感慨为什么所有国产剧都在请周深唱歌。 然后就有周深的歌迷怒而整理了一份长名单来回答,名单太长我没截权,要我说其实不用费这么大劲去论证。 四大山头就摆在那里,有唱功又有粉丝,综艺,热搜,话题里也都是他们的脸。 买一送全网粉丝,稳赚不赔的买卖,换我是制作方,我也专挑他们请。 对此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国产剧出歌实在太凶猛了,四大山头天天这么排列组合,都快不够用了。 观众听没听烦的倒还好说,毕竟播放键掌握在自己手里。 但四大山头这架势,听着是唱到我退休了,他们也退不了休。 周深再次惊艳现唱《白蛇》,国产动画电影《白蛇二青蛇》结起。 自上映起跳房成绩十分可喜,各平台好评不断。 除了剧情感人、画面唯美之外,周深为电影现唱的主题曲《温花》也可谓是功不可没。 这是他为电影《白蛇》缘起现唱片尾曲后第二次的现唱。 问近世间男女心,哀哀为了寸寸情,温花今生是为谁重,情是为谁定。 在交响乐团的倾情演奏中,周深空灵婉转的声音将小青心中的白转千回,温柔执念,生动地演绎了出来。 不愧是周深,这些年大雨水行物与缘起,哪一首不是唱进灵魂深处,在五脏六腑婉转缠绕。 难怪高晓松会不惜代价为他打造唱片。 就连眼光独辣的导演张艺谋都赞他歌声很时髦,年轻又很深沉。 走了这么久,他终于得到了主流的认可。 可是,在这之前的很多年里,他却因为自己不完美的音乐天赋,背负了太多的嘲讽和苦楚。 图片他曾是自卑的愁笑鸭。 其实,周深独特的音乐天赋很早就被发现了。 小学三年级,他就被音乐老师发现着重培养,并且担任了合唱团的领唱。 他总是能自豪地带领学校的合唱团,在比赛中拿到冠军。 可是,这份自豪没过多久,慢慢成为了他的噩梦。 到了初中,周围的男生进入了青春期后,都逐渐变声,迪雅,深沉。 唯有周深的变声期迟迟不来,说话依旧是童声。 他也很着急,去医院检查过,却发现没什么问题。 因这份不同,周深成为了众人眼中的怪物。 有人问周家父母,你这是儿子还是女儿? 男孩子怎么是这种声音?是不是发育异常? 同学也拿他的声音开玩笑,取绰号,娘娘腔,人妖,不男不女。 这种独特的天赋,渐渐地演变成了周深生命中的不完美,甚至是缺憾。 他开始故意压着嗓子说话,可是骂声依然存在。 为了逃避嘲笑,周深一度想回老家上学。 虽然最终被母亲劝下,但他也不愿再开口,生怕别人听到他的声音。 他跟朋友说,初中三年,我从没有在公共场合唱过一首歌,那种想唱不敢唱的感觉,真是别屈难受。 在成长的过程中,我们也许都有诸如此类的体验。 你也许因为长得不好看,鸽子爱,家庭条件一般,没谈过恋爱,性格内向,敏感,孤僻等等原因被人嘲讽,心生自卑。 你觉得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的都对,自己就是个怪物,是被老天抛弃的残次品,活该人群中被嘲讽。 在自我的核心,你感到匮乏,空洞,羞耻,充满了不值得,不配的的体验。 就像郑忠基所唱,别爱上我这种怪胎,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。 这种格格不入,更像安徒生童话中的愁笑鸭。 他在天鹅蛋中出生,却因为长相的不同,受到了鸭群的嘲笑。 在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完美,只是老天的一份包装不好的礼物时, 他的成长过程中,充满了孤独和自卑。 但唯有勇敢去面对自己的不同,才能在成长过程中,发现自己原是白天鹅。 图片层层拆开不完美的礼物,面对自己喜欢的唱歌,即使忐忑,周深也无法真正割舍。 他开始在网络上唱歌,拿下全国网络歌手大赛冠军后,中国好声音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 他曾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舞台上,唱过一首奇遇的欢言。 导师那英原本说,这首歌没有哪个人唱得过琪琴的姐姐,但是当他听完周深的演唱,他转身了。 而琪琴更是第一个为周深转身。 杨坤也向他发出了I want you的邀请。 其实,笔师的周深已经真正征服大家了。 可站在舞台上的他,却忐忑地说,我来这里,其实是想让四位导师帮我听一下,我是不是能够唱歌。 这份对自我的怀疑和忐忑令人心疼,但他突信念之固的勇气更令人佩服。 要从众人常年嘲讽,攻击之中挣脱,把内在本源的自己挖掘出来,他需要你内在迸发的力量与勇气。 你需要去打破自我原来的防御,从鸵鸟般的逃避,向众人的认同和讨好,或是遮掩或否认的模式说再见,再一次进入生命的冒险。 在这个过程中,你原有的伤口可能会再一次被撕裂,哪些过往的评价声音,会再一次进入你的心灵世界。 这些年好不容易正下的自尊,说不定又会被攻击的碎裂一地。 但如果你允许自己像一只海燕,在充满着暴风雨的海洋展翅飞行,那么这份勇敢也会让你获得真正的力量。 在这个过程中,你会学习到如何激活本心,并通过不断努力来增加实力。 就如同周深那般,从逃避嘲讽不敢再歌唱,到继续展现自己的天赋。 从压着嗓子唱歌,到开始慢慢放开声音,从不以真面目示人在平台唱歌,到从幕后走出来,真实坦荡地站上好声音等舞台上。 他勇敢地开始接纳和面对自己的不完美,并且从中累积能量,亲手撕开了那一层层不好看的包装。 他开始看到了那个闪亮的周深,越来越清晰地照见了自我的模样。 原来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我,值得被好好看到和喜欢的我啊。 我们也终会明白,所谓的不完美,其实是上天赠予的独一无二的礼物。 越能接纳,沉浮,越享受生命之流的赠予,我们就越能够自我接受,理解和成长。 图片你终将看到闪光的自己。 周深终于火了。 2020年,歌手等打之年首播,他的视频一再微博上线,一众明星网友瞬间成了周深的夸夸群。 中国好声音十周年,他的采访时间很短,照理说不会有什么热度,结果却还是受到众人关注。 春晚大舞台,他站在一万观众面前和张也合唱灯火里的中国,甚至独揽四个热搜。 我们欣喜地看到,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,回应这个曾经饱受嘲讽的少年。 他也一跃从那个站在导师面前不自信的人,变成了别人的导师,从被人指点到可以提点别人。 这是他穿越过自己生命中重要的课题后,生命赠予周深的礼物。 而每个愿意穿越的生命不完美屏障,亲手撕开这些假面的人都会迎来自己生命的礼物。 一个自闭的孩子却画出了世界上最美的画。 一个身受抑郁之苦的人却写出了一本疗愈抑郁的畅销书,开启照见他人的道路。 一个身受原生家庭局限的朋友,走出了受害者模式,走向了属于自己更宽广的人生半途。 一切的苦难都被转化成了内在的力量,成全了你独一无二的美好。 而这个美好的自我,也终于被整个世界完整的经营。 大舞台的中央,美光灯的焦点闪闪发光的那个你。 而这时,你终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,那是我踏踏实实为自己打下的地基。 再也没有谁能够轻易击碎我的自尊,抢走我的自我价值。 图片因为不完美,所以才完美。 周深已然蜕变成了白天鹅,但无数的周深却还走在蜕变的路上。 这让我想起五年前,我曾在巴黎的卢浮宫参观,人群金枪与罐头一样,乌鸦鸦地塞满了空间。 尤其是那座断壁的维奈斯雕像前,几乎是挤了个水泻不通。 当时我摘了很久,思考着一个问题,为什么维奈斯断壁,却反而成就它无与伦比的艺术之美。 后来,我终于明白,那是因为不完美,所以才完美。 因为别人眼里的不完美,所以我们学会认真审视自我,并接纳这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。 因为别人眼里的不完美,所以我们有机会充分地挖掘内在的优势,让自我充分地伸展和成长。 因为别人眼里的不完美,所以我们带着这份持续不洁的驱动力,不断地自我补偿,超越自身,让自己越来越好。 所以,与其说这份不完美是老天跟我们开的一个恶作剧,不如说,那就像周深的天籁直嗓一样,是我们被神身亲吻过的所在。 鲁蜜说过,你生而又逸为何匍匐前行,所以站立起来吧,去发现你的天赋,展开你的翅膀,你终究可以逆风飞向。